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乡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强悍得多 守在门外的弟子朋友们也纷纷送来恭喜和鹤丽 白秋然以一道谢 鹤丽收下 而这些人在送礼道贺完之后便纷纷离开了和欢宗 数年后 云州的一片树林中 女儿啊 你当初出生的时候便是在惠兰花开的四月份 我和你娘为你起的这个名字也是取自歌颂兰花的诗词当中 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话 千万别在我和你娘睡下以后偷偷摸进来 也别再把你志仙叔叔给封到镜子里面去了 好吗 嗯 知道了 哎 我说老白呀 你这一天天围着闺女转 你啥时候准备对意识品上对面那个石魔领域出击啊 我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些天道都不知道的知识 快了 这几年老婆孩子都要赔 而且祝鸡天尊虽然击败了血恨石魔 但是和对面那些盘踞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超级石魔 差距还是太大 仙界的石魔军团也还需要发育 乖女儿 你还真是各方面都遗传了你娘 这几年 白丘然也弄清了白许香的能力 简而言之大概可以用连通和移动来概括 她能够将两个不同的事物连接到一起 小到毛线和针头 大到山川和海洋 甚至就连维度和平面也能连接在一起 同时能在当前世界的所有空间 维度之中开辟出一个小空间 自由地往来 啊 阿爹 那边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 去救她们 出了连通移动外 小丫头出生以后还自然而然的学会了思维分裂 诞生出了自己的小小石魔 为她接生的屡仙所看到的朦胧虚眼 其实就是小丫头尚未凝聚成型的石魔 与她本人的能力相反 白许香的石魔的执念是束缚和镇压 因此她的石魔也能将任何她想要封击的物体给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当然这个力量的校友还是有上限的 白许香目前只能封住合体气以下的修身者 你们没事吧 没事没事 多谢两位仙长相救 他们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闺女 爹是得找人好好教导你了 诶 许香回来了 来让姐姐抱抱哦 不要 好疼的 你造化断体功未成 又喜欢用力抱着小丫头 小丫头自然受不了 没练到五十层就别想抱着她了 我这算什么 不知道哪个人的修为境界 眼看着就要被女儿超过了 那才就丢人呢 你这溺土 我当初就不该把你这丫头收入门墙 可惜晚了 赶不走咯 不过确实是该让续香去上学了 我送她走了 好 我们有空可以多去看看她 阿姨 我不要这里 好了 爹娘有事情要做 这段时间你就乖乖待在师祖这里 听话 丁娘亲当年可比你坚强多了 修修 小女就交给师尊师母和西河女神了 她平日里调皮捣蛋 请你们多担待一下 没事 当初你们师兄弟师姐妹我都给带出来了 你女儿我还带不住吗 恕我直言 您当年也就是放养的 大师兄上次所抢我厕职 您也没管过 事后还是我自己奋发图强报复回来的 啊 还有这事 没关系 这里还有我和你师母在呢 你和兰儿尽管去处理正事情 那就多谢西河女神了 顶着女儿的哭天抢地声 白秋然硬着头皮离开了浩亭消度天 去到了中央仙宫之中 她此次来仙界 不仅是为了送女儿过来读书 更是因为月震天和末尘他们主导的石魔项目 有了重大的突破 师祖 你们进展如何了 仙界在意识领域内部 培育出了一批有些人等级战斗力的石魔 他们将自己的石魔 融入到了助击天尊的领域内部 成为助击天尊的附属师 依靠着助击天尊的领域成长 然后又将各个世界的意识领域 连通起来 把整个实验场的意识领域 全部都变成了助击天尊的底下 助击天尊也已经成长到了 堪比苍海境仙人的境界 这样的实力 在石魔领域内 已经能算作一个小地方的小霸王了 不错 你们很厉害 是干大事的人 助击天尊的实力提升 的确有助于我转化真元 还得再加把劲 师祖谬赞了 所以你们接下来的想法是 师祖 探索意识领域的时机 成熟了 什么时候出发 师祖准备好了 随时都可以 以师祖之能 师魔们应当是无可奈何的 徒儿们盼望师祖 能够在意识屏障对面 为我们攻下来一片前哨世界 我这趟也不是为了闲聊的 那现在就开始吧 这里的意识领域中散乱的概念好多呀 帮那些被我们消灭掉的石魔 身上应该没有这么多的概念吧 所以这些是互相吞噬以后的石魔们 牙缝里留下来的残渣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鸡肋 就地扎营 驻城 然后派人搜索这几个世界的物质世界吧 是 虚空非洲舰队中 立刻有人乘坐小型 但快速的舰艇 分离出来 同时 列席另外一边收到消息 一搜一搜地运载非洲进来 到达预定的位置 接着 小舰艇上便有仙人们 提出神经宝玉 催动真火炼化 又有精通符文和阵法的仙人 为其鸣刻阵法符文 仙界计划的虚空哨战 由此正式搭建于这几个世界的外围虚空中 年轻人 我看你骨骼清奇 是个助击奇才 每周三周五上午十点 传授独家秘籍 别逼我跪下来求你 你看着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 我来自匆匆夜色 我藏在哪个角落 别问我究竟为何 我天生主角命格 所以在看不见时 我做我自己胜负 深海的深海之外 主宰着祸被主宰 如果你看到奇怪 因为你走错了时代 被钢筋水里覆盖 谁听过他们自败 when my power will go back 有龙鹿猪尾巴 来手机疗牙草乖乖 狐妖就为大节拍 是吧 说不定摇摆 开场前点个外卖 这是我的舞台